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听众朋友我是阮木华 昨天是爆出英国出现了新冠的变种病毒 这个感染力高达超出原先病毒的70%了 已经是把市场吓了一大跳了 今天台股12点过后一路急杀 杀得非常猛 加权只曾经一度大跌了209点 收盘也不遑多浪207点 所以几乎是收在全日最低点 当时我就觉得奇怪 今天到底有什么利空呢 一路急杀 结果下午果然公布了 台湾235天没有本土病例破工了 这个疫情恐慌在起 所以造成了今天口罩股族群一飞冲天 但是其他的所谓景气复苏股 先前颇段涨势比较凶猛的航运钢铁 低润相关的族群 全部趴下去 全部大跌 今天爆出了将近3000亿的成交总值 指数收盘跌了207点 跌幅高达1.44% 跌到了14177点 14200点都失手了 另外期货市场更恐慌 今天台指其实中错了263点 收在14046点 14000点的整数关卡 差一点应声是贯破 盘中低点是14042点 也就是说几乎也是以全日最低点作收 所以期限获得恐慌沙盘 全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这到底什么样的疫情呢 就是纽西兰机师 因为他本来就已经染病了 结果来台湾之后还啪啪噪 除了他感染给同班机的台籍的女机师之外 就今天确诊一个广民的员工 就广达集团旗下的广民员工 一个女性说跟尤西兰机师是有密切接触的 所以也被确诊了 所以就本土病例爆出了235天破工了 那这个消息可能盘中就已经传出来了 这个尾盘的时候就杀得很猛 那下午一点半 陈时中自己召开记者会 也把整个疫情的情况详细的公布出来了 那果然就证明就是这个事情 导致了台股今天的重叠 那这个重叠到底是个买点 还是后续我们要非常谨慎的看待股市后续的行情 我们赶快来请教 大来国际政策投顾的罗命飞行师 在我们节目现场 卢老师您好 博老师好 各位听伙朋友们大家好 卢老师真的傻眼 我傻眼的是这件事情 就是说美国一天确诊40万人 美股照涨 台股因为一个人确诊 本土病例就造成了股市崩跌 台股真的有这么脆弱吗 是我傻眼的地方 因为爆出本土病例 我其实早就觉得说是事所难免 台湾已经在防疫上面 已经是够令人羡慕了 那讲实在的一个病例就可以造成 今天股市杀成这么重 我觉得这到底什么原因 是台湾人心太脆弱 还是股市太脆弱 还是大家都赚了很多 干脆就趁机宣泄一下 反正闭着眼睛砍也都赚钱 是这样吗 我认为其实某种程度 就如同刚刚莫尔兄所提到的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在股价高点 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的 这样的一个讯息 尤其刚刚莫尔兄也提到 台湾已经有235天 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 本土的一个病例 坦白讲了 其实相较于这个当时 在这个三四月间那个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随时都会带一瓶酒精在手上 到哪里都会随时的喷手 或者说洗手 对于那样的一个防疫的一个程度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现在我好像也没有像以前的 那么的所谓的一个提高警觉 所以我想跟我一样的人 应该也是一样 就是以目前来讲 其实大家对于 因为235天都没有出现 这样的一个本土病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对于防疫难免 也会有一些所谓的一个 所谓的失去戒心 所以藉由这样的一个事件 其实让大家重新的 对整个疫情 重新再燃起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警觉心 这未必是坏事 那原本对于整个防疫 我们就是要时时刻刻的 都保持一定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警戒 那至于说行情为什么会出现 就一个一例的一个病例 那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 大幅的一个波动 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我们刚讲的 其实台股目前目前的这个位置 是在一个历史高点的位置 我们看到今天的高点在哪里 14411 距离这个12月9号的高点 14427 其实差16点 其实在今天大概11点半的时候 可能大家还在 这个期待说 会不会再来一个耶诞节礼物 在耶诞节之前呢 就再创一次历史新高 让大家开心的过一个耶诞节 结果只是没想到 这个耶诞节的礼物没出现 反而劈里啪啦跌了207点 那也就是说 其实你在一个历史高点的一个附近 然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利空 而且这个利空是 我们已经有将近 你看235年 就已经半年以上 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当然大家会有一些错愕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很多 这个所谓的一个筹码 就会由此产生松动 好那另外一个 就是从肋骨的角度来看 我们看到今天呢 排面上杀坠凶的 不外乎就是 近期涨幅相对比较大的 那包含像钢铁跟航运 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这些股票 就如同刚莫奥兄所提到的 其实这些 不断在创新高的股票 其实你怎么卖 你怎么都是赚钱的 好那因为人气的过热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他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 你看今天有很多的钢铁航运 都是从原本的涨停板 一打下来不仅跌破的平盘 甚至于往下跌了半根停盘左右 换句话说 其实在今天他们那个高低点 那个政府这些高 钢铁也好航运也好 其实都是10%起跳 甚至于也不乏 有15% 16% 17%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原本是盘面最强势的一个指标 今天突然是变成最弱势的 那这样子当然也会引发 所谓的盘面的一个恐慌 这变成说 这样一个恐慌性一扩大以后 就变成有点多杀多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踩踏了 所以也会造成今天 哇莫名其妙的 从原本还涨 这个涨了大概二三十点 它噼里啪啦变成是跌两百多点 这一高一低 这些又超了两百多点 不过我们冷静的来思考 那到底台股 就像木华兄所提的 有那么的一个脆弱吗 其实我们想了 在现在这个状况 即便我们国内 又出现了这样一例的一个 本土的一个病例 那我们让我们必须 要再次的一个提高警觉 但是我们说过 现在这个状况 有没有比三月四月 那个时候更来的严峻 你想那个时候 就是我说 那个时候本土病例 我想绝对不会只有一例了 那个时候不仅说 这个所谓的本土病例 持续在增加以外 那时候人数多以外 你想想看 那个时候有疫苗吗 没有 那有解药吗 也没有 甚至于你想说 我们买个酒精 买个所谓的口罩 还买不到 初期的时候 你看你排队 排了一两个小时 只买两个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样的恐慌 你再对照 现在的一个状况 其实现在口罩 即便今天口罩股是大涨的 可是我想口罩 现在应该谁都不缺了 应该大家都有一个 足量的一个库存 那除此之外 现在你看 除了这个莫德纳 除了这个辉瑞 那个疫苗以外 你看昨天为什么到球 从原本的这个大碟500点后来变成翻红 其实就在于说有一家叫里来药厂 应该大家对这家里来药也算是一个大大药厂 据说了 他有开发出 因为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原本是担心那个英国的那个所谓变种病毒 那据说里来的他本身有一款药 那可以有效的去抑制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新的一个变种的一个病毒 所以让整个道琼昨天从原本的大跌 这个500点变成是一个翻红 所以现在慢慢的解药 我们不敢讲这个解药一定有用 但至少也燃 这个献起了一个曙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心里面的一个冲击会比较大 因为现在你整体来看的话 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不会比三月四月要来的更糟糕了 所以最重要的也是因为台股刚好又在一个历史高点附近 所以行情的波动 倒是会比较大 但是如果冷静的思考一下 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告诉各位盘面怎么样 它就是一个来回的一个震荡 因为你看到昨天为止我还在提说 在成交量不到月均量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即便勉强过了14427 终究它也不是有效的突破 终究它还是要回来 讲穿了行情就是怎么样 它就是一个来回震荡 所以你看昨天大涨今天压回来 其实也没有脱离 我们先前告诉各位的来回震荡的一个格局 所以我认为平常心看 平常心看待就好 反而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对于一些 因为今天你看涨多了拉回嘛 可是先前已经有整理过后的 会不会在拉回之后浮现买点之后 反而当这个消息需要比较淡化之后 它反而会重新 这个引爆另一波的一个涨势 所以对于接下来正准备要起涨的一个股票 或者经过整理筹码 经过换手的股票 我倒觉得 这一次的拉回反而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承接的一个机会 好 那今天成交值爆出最大的 是长龙海 长龙海呢今天 找盘的时候还曾经一度翻红 就是来到33.25 收盘居然只收在30.2 盘中还一度接近打到快跌停板 就尾盘的时候 那中场是跌了7%多 那上下是11%将近12%的这个幅度 今天爆出了43万张的大量 那另外我们看到在整个量能 第二名的是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也大跌了7块 收在509块510块的应声跌破了 以及找盘是在平盘之上的联电 今天收盘也跌了1.75 收在45块7 连电今天跌幅也不小 有3.69%将近3.7%的跌幅 此外我们看到群创啦 这些热门股票 今天原本早盘都是上涨的 但是到尾盘也都是翻黑下跌了 红海还曾经一度涨2%了 但是收盘也是硬生打下去 又跌了3毛 万海航运更是跌了4.35元 几乎是以这个跌停板做收 跌了9%多 在尾盘的时候还曾经打到过跌停板 这些都是最近最热门的股票 全数趴下去 阳明海运今天也跌了4毛 联发哥跌5块 国际跌4块半 都已经算是跌少的了 那强势的股票呢 是金元双雄 中美金跟环球金 今天这两档股票还能力士收涨 厉害了 中美金涨2块 收在162块半 环球金涨28块 收在639块 算是盘面上面少数 可以逆大势而收高的股票了 但是不多 大体上整体而言 跌势都非常的惨烈 就如同刚刚如老师所讲 这个盘中上下洗刷非常的大 找盘去追高的人 甚或就是手上持股 这个层数高的人 今天恐怕就受伤得很重 只不过就是说 这个行情是一日的下跌 还是连续下跌的开始 这个就蛮关键 因为关键到我们后面的策略 如果是连续下跌的开始的话 你当然要找机会卖 如果是一日下跌 一日恐慌消化完毕之后 当然这边我们就静观其变 那如老师您觉得 比较倾向是一日下跌 因为听刚刚这样讲 应该不会是一个连续下跌 我个人自己觉得 台湾应该也没那么脆弱了 一天下到了 不会下到一辈子 是不是 你说疫情再严重 你也严重不过英国跟美国 美国现在一天是40万人确诊 美国股市在创历史新高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今天也跟朋友聊聊这件事情 他们说美国有发钱 我们没发钱 是这样吗 如果是我们以后来跟学美国 发一下支票是这样吗 当然不必 只不过就是说 今天的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真的这个纽西兰机师 真的要求 我只能这么说 对不对 自己生病了 还去传染给他自己的 这些亲密友人干嘛的 或是说传染给这个Copilot 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管制也太松散了 怪不得说今天 我看程中也发飙了 说要给予最重的严惩跟罚款 这个真的该罚 对 那卢老师不管怎么讲 这都是防疫单位的事 我们要因应股市现在来不及 一个头两个大 焦头烂额 卢老师赶快告诉我们 后面的对策吧 其实我刚才也提到 当然因为在 今天的一个压回之后 毕竟今天又破了这个五日线 十日线 那往下来讲的话今天又带量 所以难免 让这个 整个技术面 可能这里又有整理的一个必要 但是会不会因为趋势 因此而改变 我想 这个都还言之过早 大家也不要 这个所谓的过度恐怕 跨得欧亚的亏钱 反而 我们说过的 你看今天拉回跌是比较重的 都是我们说过 近期 其实涨幅比较大的 那如果说 已经经过整理的股票 今天你即便 哇 你看今天跌两百多点 他在尾盘的时候也受到一些波局 我们就如 我们就举一档大家最熟悉的 我们的绿区的浩克 你看2327的国际 今天你说跌多少 跌四块半 哇跌四块半很多 四百多块的股票 跌四块半还跌不到一趴 所以跌两百多点 对于已经在整理 或者说整理到末段的股票 其实 这样的一个震荡压回 他反而是一个好的一个机会 做一个承接 那就如同刚刚我们说的 其实这个在原物料 今天这个压回比较深了 还是在这个钢铁航运 可是因为他们涨多的 做一个拉回 其实也天经地义 整理过后还是会再涨啊 只不过在他们在整理的过程里面 又或者继钢铁航运之后 我们要去留意的是 那未来啊 接棒钢铁航运 准备要起涨的股票是什么啊 那依照过去的一个惯性啊 你看今天换谁涨 今天其实盘面上比较强势的 已经变成是一个塑胶类股啊 树化类股 全面走强来做一个接棒啊 那其实过去台股 有一个原物料的一个惯性的一个轮涨的一个节奏啊 也就是说 在钢铁航运涨完之后 通常就是由树化股来做一个接棒 那树化股转啊 这个涨完之后 接下来又会轮到谁呢 基本上纺织股里头包含一些巨子诗啊 包含像1402这个远东新啦 或者1409这个新铅啊 这个加工丝的144的利利了啊 1455的包含像集胜啦 145G这个宜进等等 尼龙丝的1447的这个利棚等等 也就是这些啊 所谓的一个呃 纺织股有机会能够记这个所谓的塑胶类股强势之后 他们又要做一个接棒啊 那这样的一个轮动 一直会轮到一直会轮到最后一棒 也就是什么 水泥股啊 也就是在原物料的一个轮动啊 只要没有看到水泥股全面大涨之前呢 基本上它还是一个良性的一个格局 良性的一个轮动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 我认为你只要抓紧这样的一个轮动的一个节奏 反而压回 它反而是大家啊 再一次去切入 当然我说过高位阶的都不要去做一个追加的动作 这是我们在节目里面 一而再再而三叮咛提醒的一个啊 一个重点啊 你要去寻找同样的一个题材 就有原物料 它是一个题材吗 那同样的题材 低位阶的 它就有轮动的一个机会 高位阶的你涨多了 它做一个整理 这就是天津地义 又或者啊 我们先前啊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国具 对不对 我这几天也一直告诉各位 其实国具啊 当时三百多块 一路涨到五百多块 你买了三百多块的大赚 你买在五百多块的 现在短暂的一个套牢 对不对啊 其实跟现在的啊 这个钢铁航运又或者这些原物料 已经涨多的一个股票 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经过整理都还会再涨 所以同样的 你说像这个绿巨人浩克 这个国具哦 以他现在 如果说今年赚二十七块 明年真的有机会赚到四十块钱的话 而且外资给他的评价 也都是五百块 六百块起跳的话 那么我认为后续 特别是以他的位阶来看 距离历史高点还相当的一个远哦 所以我认为在经过的整理 你看这一次 尤其经过的这样的一个 大利空的一个洗刷 他还能够维持相对的一个抗跌性 就代表他的筹码 已经来的相对的一个稳定的 尤其我们看到今天的电子股的成交比重 居然盘中了 收盘是五十二趴了 盘中一度降到多少 四十四趴 一个族群 他的一个市值的一个占比哦 占了市值六成以上的一个电子股 居然今天成交量不到五成的一个比例哦 所以代表其实他也已经出现了 这样的所谓的啊 筹码沉淀到一个极致 类似窒息量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所以既然有出现窒息量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我认为接下来其实某一些啊 先前比较早进入整理的筹码 经过沉淀比较干净的一个股票 像二三二七的国具 像这一类的股票 在接下来 其实随时都有机会 能够转强 再攻一波 所以我们还是 在这边啊 再跟各位做一个叮咛 如果说前一波国具哦 你在三百多块 没有能够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哦 那后来 不管你有没有追在五百多块了哦 那现在我认为 他经过了整理之后 尤其现在压回 再加上今天这样的一个利空的一个测试哦 我更加的笃定 我认为他新一波的涨市 随时都会启动 那也代表我们第二个买点哦 随时也都会出手 所以如果说喜欢做国具 这样的一档股票的一个听众朋友哦 你也不晓得该怎么样进场的 一样我今天再开放十个名额 那如果你想要做国具 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那留下我盘中 可以联络到你的一个电话 那我会亲自 依照你资金的一个部位 的一个大小 我亲自帮你规划 然后买点出现的时候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各位 来布局买进这个国具 所以今天十个名额 想买国具的 不要再错过 因为买点随时会出现 好那卢老师 这个防疫类股是一类行情吗 我认为 或者说今天像是疫苗股啊 也都还蛮强的 但是他们先前都是 已经大跌一大段的股票了 当然因为他们经过整理 你说反弹 当然一定要有了 但是不要再期待 这个防疫的概念股 又或者像天国议会 这些股票 能够再像过去这样一标 标到你买都买不到 大家平常心看待就有 但是因为 就像沐浩兄所讲的 他们整理过了筹码也经过沉淀 该有的反弹 该有的轮涨 因为我说过一个多头行情 就是要轮涨 所以你说实际到了 他们再涨一段 这个其实也不为过 可是平常心看待 尤其我们说过口罩 你现在走到哪里 都可以买得到口罩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说口罩股 还要再大涨到哪里去 真的我也认为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好 基本上今天也是口罩股跟疫苗股的反弹日 对 那至于说能不能持续上涨 那当然可能刚刚卢老师讲的 另外就是后面的疫情会不会持续的扩大 对 那我个人是觉得应该也不至于了 对 因为毕竟这些疫调 包括 大家都有警觉意识了 你说一个广民的员工 会把这个疫情整个扩散出去 我觉得恐怕我们也不要言过其识 对不对 然后大家还是用平常心来看待 我觉得股市今天是有点过度反应了 好 那谢谢刚刚卢老师的资讯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外资是卖超百亿 99.9亿 自营商卖超13.47 投信卖超5亿多 三大法人合计卖了118亿 另外大台的部分 外资卖超1149口 进空单的流仓部位到5722口 小台今天卖超了8458口 转为进空了7043口 恐慌指标VIX 这个台子的恐慌指标 上涨2.7点到20.5点 单日上升的比较多 市场行情是有些紧张 不过今天大家惊魂普定 还是得静下心来 看看后面整个情势疫情的变化 当然到这个年中 最近天气阴晴不定 变化也很多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 多少也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不要感冒着凉了 再加上又有疫情兴起的问题 所以恐怕我们对健康的意识 要更照顾了 另外就是国人都有三高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 我们一般讲都是三高 但是三高我们到年底 我们怎么自我来做一个体检 如何兼顾 我们今天针对这个话题 我们要来请教同一中央研究所 营养保健中心的研究员戴友章 戴友研究员在我们节目现场 友章你好 莫达大哥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友章今天有一个新的本土疫情吗 你应该知道对不对 是的 这个是253天啊 终于是我们没人讲终于啊 就是破功了 这个终于这两个字 用在这边不妥当 破功了 那事实上我是个人是觉得 不需要太过恐慌了 我不晓得您是在这个 医疗保健专业的行业里面 你怎么看待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所 该负责的这个防疫工作做得好 例如说戴上口罩 常洗手 然后减少出入公共的场所的话 其实对防疫来讲的话 就会做得很好的 对 比如说贵公司一定有都要求 员工都要戴口罩嘛 对不对 对而且公司内部也是会做好 防疫的措施啦 例如说员工的分流啦 各个楼层的管制 其实都一直都有在进行 好 那有章是统一中央研究所 营养保健中心的研究员 是台大食品硕士喔 而且本身具有高考营养师 还有高考食品技师 保健食品研发工程师 这些专业证照 那加入统一企业进行研发工作 已经有16年的时间了 是的 哇 那你真的也是在统一里面算是 半资深员工了 对不对 还好啦 其实比我年次还深的那个同仁们很多 对啊 所以我说半资深嘛 是是是没错 好那这个很多证兆 有台大毕业的 那是不是来告诉我们一下 就是说现在目前定期做体检啊 是不是我们了解自己身体的好方法 也是发现身体 是不是有疾病的征兆 一个去了解的方法 那我们可以早期做防范改善 那其实这个国内有这个国健署的成人健检嘛 对不对 那另外成人健检的基本项目就有血糖啊 血脂啊 然后这些的检验 另外还有超音波心电图相关的检验 所以其中呢 感觉起来控制血糖 其实是很重要的部分 不然的话 国健署不会把它列为成人健检的项目 对不对 一定是绝对必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友章来告诉大家 我们怎么样来 兼顾我们的血脂跟血糖的调整 如何一坚二雇啊 是对啊 谢谢木瓜大哥的介绍 没错真的很诚心的建议大家 不管你现在目前是年纪有多大 真的要好好注意你的身体的一个状况 因为就像我们开车啦 不管你开的是高级的进口车 还是那个平民的那个国产车 只要你的油箱没有加满油 那一样都是跑不远 那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趁现在帮自己呢 加满油 帮自己累积健康 未来才能够走得长远 那才有机会呢继续听木瓜大哥提供的优质节目 帮我们累积财富 对对所以有健康啊 人生是彩色的 没健康人生是黑白的 对所以很多健康问题啊 都跟我们平常疏忽掉 或目不关心我们的血糖素质 或我们胆固醇素质这些有关 那如何保养身体 其实这边提供四个重点 供各位听众参考 第一个呢 要规律的生活 也就是简单来说啦 该睡觉的时候就是要睡觉 不要以为你前一个晚上 睡的比较晚 隔天还补棉补的回来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要你适当的运动 可以参考国民健康署 运动333的运动口诀 也就是每周抽出三天 每次30分钟 每次的运动呢 心跳维持在130下以上 第三个呢 就是均衡的饮食啦 也就是要远离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风险 所以像木豪大哥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 如果能够吃到热乎乎的香鸡排 喝到甜蜜蜜的珍珠奶茶 或跟朋友们一起去吃到饱的餐厅聚餐 你会觉得好吃好喝又开心 可是这些东西全部吃到我们肚子里面 会不会造成我们身体很大的负担呢 多少会啦 所以我常跟我们听众朋友讲 我们的观众朋友讲说 偶一为之对不对 因为有时候这个嘴巴馋的时候 你说不吃一点好像也对不起自己的人生嘛 但是你不能天天啊 没错没错 所以饮食就是要均衡 饮食就是要节制啦 最后一点呢 就是我们要选择正确的保健食品 千万不要道听途说 人家说什么东西好 就一窝蜂的跟着跑去买 应该要选择有科学证据 有通过国家健康食品认证 而且有专家肯定的产品 所以像我们统一营养保健中心 成立的宗旨呢 就是为要改善国人 因为不良的饮食习惯而造成的营养健康问题 嗯 那所以我们所研发出来的这个 统一红麴苦瓜定 这个产品有拿到两项 国家健康食品认证 可以调节血糖 调节血脂 而且呢 连续12年获得了 SNQ国家品质标章的肯定 可以算是保健食品界的优等生 OK 好 这个我们现在有直播啊 所以有张手上拿的这一块牌子 我们大家看直播可以看到 这是你们的研究所是吗 研究中心这边 研究中心 这个看起来就很像是 这种超等级的研究中心 是 你看里面设备很齐全 对不对 然后大家都穿着这个白袍 对 就是很严谨的感觉 对严谨又专业的一个研究单位 好那您刚讲说 SNQ国家品质标章 这是很难得拿到的是吗 而且还是连续12年 对我们是连续12年 都拿到这个SNQ国家品质标章的肯定 OK 因为我们产品已经上市了13年了 对 工马大哥你想想看 保健食品能够这么的长青啊 嗯 上市连续上市13年 其实真的也是 蛮难得的 对 而且更难得的是连续12年 都拿到国家品质标章 哎 没错 所以这也不容易啊 所以说刚才有张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保健食品其实八八九 有 那但是问题是有国家认证的 那基本上呢 我们就有一个很明显很重要的品质保证的标章了 没错 好那至于我们谈到就是所谓国家这个品质认证 什么是国家健康食品的双重认证呢 那我们如果说要拿到这个双重认证要具备什么条件 一定不是 我想这个证书啊 这个认证标章绝对不可能是随便发了嘛 没错 大家都有这个标章这个标章也就一点都不稀奇 而且事实上他也不严谨对不对 而且他冠上国家两个字一定是整个过程啊 评鉴的选拔过程是很严谨的 国家要挂保证的 对啊 这个是不容易哪 没错 所谓的国家健康食品认证啊 就是所谓的小绿人标章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手拿板 就是产品上面会挂这个小绿人的这个标章 OK 所以以后就是我们要认定这种标章 对 那这种国家对于这个小绿人这个标章 审查是非常严格的 因为呢 产品必须要做过三种 那种科学性的那个实验 第一个呢 就是功效性试验 要确保这个产品到底有没有效效果如何 第二个呢 就是要做安定性试验 看这产品放多久 还能够保持有效 对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 要做安全性试验 是 因为产品啊要先讲求不伤身 再讲求疗效 嗯 所以说要拿到那个国家健康食品认证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这三个性能一定都要经过认证了 没错 然后在这么不容易状况下 我们的统一红取苦瓜定 又能够拿到两个国家健康食品认证 这也是非常难得的 OK 好 那一般来讲保健食品过期了之后能吃吗 当然是不要啊 不要啊 对啊 虽然说有做过安定性的实验 但是过期还是建议不要吃 当然上面打上有效日期到什么时候 你就是在这期间内把它使用完毕 对 所以说听众朋友你买那个保健食品回家 你要特别去注意那有效期间 不要错过那个期间啊 然后就怕剩欸 对不对 是的 因为有时候保健食品其实也并不是说 呃非常便宜 而且我觉得便宜的大家也不见得敢买吧 对不对 来路不明不见得 好那请问 这个统一是在哪里研究出来的啊 对 这边就要来讲个 我们这个整个研发的起源啊 穆尔德克你知道吗 在我们台南市有一间成大医院 当然啊 就成功大学的附设医院 国立成功成大医院 很有名 然后在成大医院的对面 也就是胜利路跟东风路的交叉路口这边 有一栋统一健康研究大楼 哦是哦 所以在里面的实验室呢 头一企业呢跟苏毅仁教授呢 一同合作 开发出了PPAR筛选平台技术 嗯 就这个上面直播可以看到的 PPAR筛选平台 平台技术 对 他可以呢 从上百种的植物萃取物 还有排列组合里面呢 我们筛选出特别有效的五大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的五大功效成分 嗯嗯嗯嗯 那五大功效成分呢 分别就是 紅麴 苦瓜 綠藻 甘草 还有那个大豆 嗯 紅麴 苦瓜 綠藻 甘草 还有大豆 然后呢 发现到这五大成分里面呢 我们再组合出 最次的黄金比例配方 然后我们去申请专利 好所以木瓜大哥你看 这个产品就是 第一个有他特别的一个 呃技术 然后有他的一个 黄金比例的专利 而且呢 重点是产品又安全 嗯所以我们才能够 顺利的拿到两项 国家健康食品的认证 能够调节血糖 调节靴脂 而且呢 到外面去参加比赛 屡受专家的青睐 是 然后呢拿到许多多的一个奖项 嗯嗯嗯 好 那呃 到外面参加了哪一些比赛呢 这个可以跟我们讲吗 是 我们外面参加比赛其实很多 当然除了大家在萤幕上有看到的这个 呃 健康食品认证以外 对 那另外还有连续12年拿到 SNQ国家品质标章 以及这个国家生技医疗品质奖 就是我们萤幕看到这银色这个奖座 这个是国家生技医疗品质奖 对 然后呢 那再来就是还有食科食品科学会 包括给我们 颁发给我们 颁发给我们的这个新产品包奖 嗯 还有保健食品学会 颁发给我们的新产品创新奖 是 对 还有那个品质学会颁 颁发给我们的这个 产品金质奖 嗯 对对 林医中总其实真的很多 很多了 那当然在今年 我们还特别 获得了这个中华民国教授学会所颁发的 台湾生技大奖 OK 好 那至于什么是台湾生技大奖 据我知道好像有五大赞赏 对不对 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再请友章告诉我们 然后这个林林总总这么多title 这么多的奖项 那我们可以从中间发现什么样的 这个我们选择保健食品的药权 我们就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继续来告诉大家 酒吧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槐 在我们节目现场是统一中央研究所 营养保健中心研究员戴友章 友章有很多的title 都是专业的证照 比如说高考营养师 高考食品技师 还有就是保健食品研发工程师 另外也是台大食品硕士 台大毕业 那友章告诉我们就是说 其实选择好的保健食品 你必须要有国家的认证 对不对 品质的认证 比如说像各位看直播 我们现在台前摆的就是生技的奖章 然后有包括刚才讲 SNQ的国家品质标章 是 这些都是我们在选择好的保健食品上面的 一个国家挂保险 国家认证挂保险 那当然这种证照不可能随便乱发 绝对都是一个优选的 另外你刚刚谈到的是说 其实您统一的保健食品 有获得教授评审团的五大赞赏 对 今年度呢 统一的这个红旭五国家订 获得的这个中华民国教授学会 的这个赞赏 颁发了这个台湾生技大奖的一个奖座 那教授学会呢 他们 对颁发这个奖座呢 他们提出了五大赞赏的地方 包含了第一个 我们是采用先进的技术跟制程来生产的 第二个呢 则是有黄金比例的专利富方 而且呢 有拿到两项国家健康食品认证 可以调节血脂 调节血糖 而且呢 产品的功效性跟安全性呢 做了确保 然后为消费者的那个安全呢 做了保障 然后呢 获奖呢 真的是实至名归 教授评审团一致审查通过 好 除了这个国家以外 还有教授评审团 没错 那另外很多学术都研究说 红麴对于调节血脂啊 苦瓜包括调节血糖啊 都有一定的注意 可是说 我们怎么样挑选安全 又具备有效的红麴苦瓜产品呢 这其中应该有一些学问吧 当然 所以首先呢 木槽大哥你刚才有提到说了 红麴的原料 其实如果储存条件不好的话 它总的就会产生 那个 黴菌的毒素 它有个特殊的名词叫做菊霉素 菊霉素 菊霉素这边 菊霉素 那 那个统一的所使用的红麴原料啊 它就是要 第一个要先做一个 严格的储存控管 环境 让它不容易产生这种问题 然后第二个呢 每一批所使用的红麴原料 都要做严格的检验 确保菊霉素是未减出 才可以投入生产 而且生产完的这个 统一红麴苦瓜定 还要再次检验 菊霉素未减出 才可以把它送到消费者的手上 成品要再检验一次 所以说 木槽大哥你知道吗 对 真的 很厉害的 而且花了这个检验成本 跟检验时间非常的多 你知道为什么要做出 这么多的这个检验 还有花出这么多的费用 去保障消费者 但为了大家身体健康 对 所以说啊 买保健食品真的就是要选择 大公司所生产的产品 那才是有保障的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保健食品 他们有没有这样严谨的过程 对不对 没错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没错 所以才跟那个各位的听众们说啊 那个真的第一个 选择大公司所生产的 然后要选择有认证的 这个产品 对于消费者的 不管是功效或安全 这才是有保障的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统一所使用的 红麴原料 他是有做一个特殊的萃取制程 就是特殊的固态发酵的一个技术 然后确保我们整个红麴的一个有效性 然后能够真正达到促进新陈代谢的目的 是 那另外苦瓜的部分 可以跟我们介绍吗 好的 最近苦瓜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产品 对 那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什么地方 我们是用整条的苦瓜 我们是用整条的苦瓜 是做高倍速的一个萃取 整条的苦瓜 新鲜的苦瓜 对整条的苦瓜是做高倍速的萃取 所以说可以保留最完整跟珍贵的苦瓜精华 每200公斤的苦瓜 才可以萃取出1公斤的苦瓜精华而已 哇 那这个苦瓜要种很多 对 真的是需要很多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也利用了一个独特的一个技术 叫做真空减压浓缩的一个萃取技术 保留最完整的有效成分 然后当然这样就可以达到调整体质 帮助健康维持的一个效果 OK 我也来去种苦瓜 因为苦瓜看起来那个量需要蛮大的 对 是的 所以说红麴有经过这个严格的筛选过程 对 跟品质把关 品质把关 还有做检验 你刚讲说那个橘霉素 其实是一个很有害人体的毒素 是的 那另外苦瓜也是要做很高倍速的萃取 才能保留它完整跟珍贵的精华 是的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其实蛮不容易的 那保健食品那么多 那我们可以建议购买保健食品 我们还有其他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对 目前市面上的保健食品真的是琳琅满目 那这边有消费者要如何挑选 有可以参考我接下来讲的这三大重点 第一个就是要选择大公司所生产的产品 因为大公司要顾好品质 顾好品牌 他会选用最好的原料做最完整的检验 提供消费者最安全的保障 如果是那些没有听过品牌 或者是说太便宜的保健产品 要小心羊毛出在羊身上 他可能就省了检验的费用 但是让消费者自己承担食品安全的风险 那就是要小心吃了没效又伤身 那第二个就是要选择 有荣获国家健康食品认证的产品 因为这是由国家来挂保证 经过科学的实验证实真的是有效又安全 第三个就是要选择获奖无数 专家肯定的产品 因为保健食品到底是不是真的好 有没有效要问专家最知道 那专家如果认同这个产品的话 你产品去外面参加比赛就会获奖 获的奖项越多 就表示有越多的专家认同认可这个产品 好所以基本上层层的认可 然后再是有品牌 其实都是我们在选择保健食品要去注意的 没错 那可不可以再介绍一下你们统一的中央研究所 统一中央研究所到底是在做什么 然后中央研究所下面还有营养保健中心 是的 那营养保健中心我比较能理解 那中央研究所是什么单位 统一的中央研究所呢 它本身就是我们统一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研究单位 研究单位 对 统一设立的研究单位 对研究单位200多人的一个规模 这么多人 对对对 然后我们设立的饭围 食品范围是很广 因为统一毕竟贩售产品非常多 不管是生活面啊或者是牛奶茶 甚至像我们现在的保健食品这边都有涉略到 OK 所以所有的统一的食品 都会在中央研究所进行某种情况的研究 研究开发 是的 那营养保健中心是主要负责保健食品吗 对 对没错 好 那友张你在里面服务了16年 是的 OK好 那相对应该也投入了蛮多心力在保健食品的开发上面 不敢说 对没错 是的确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上面 好 那未来有没有什么新的发展计划呢 呃 所以公司在这一块就是一直在做那个持续的一个研究开发当中 好 那我知道现在国人对于这个自身的健康意识已经越来越提升了 是 然后呢保健食品也很这个真的市面上琳琅满目啊 你今天到那个药妆店啊或者是说到一些大卖厂啊 哇那个真的是整个架上都是对不对 对 所以才说啊如果要选择保健食品真的就是要选择有国家健康食品认证 因为这个国家出来挂保证然后才有办法拿到的这个样子的奖项 这样才对消费者有那个安全跟功效上的一个保障 好 所以也就是说不是所有这个保健食品上面都有这个标章哦 对 这个你刚讲说小的巨人 小绿人 小绿人 对俗称叫小绿人标章 好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看到保健食品上面敢贴这个小绿人标章的话 代表说它是有国家认证的 对有国家挂保证的 好那这个就让我们在选择保健食品下面呢 未来多了一个选择的这个辨识的方法 我们今天非常 是的